哈囉大家好我是西門 一起來看一下PCS第四週 第二輪的賽事 由PSG對上BYG 左邊是老將的抵禦 右邊則是星星升起 上一次對決中有小亮上路2SAS超長的發揮 幫助BYG拿下勝利 那你這一次會如何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BP的部分 看到左邊選擇針對下路 尤其是Kino的輔助角色 瑞兒 還有可以限制雷歐娜的射雷西 我也等下選雷歐娜買下的伏筆 那右邊BYG則是 幫自家發揮比較不穩定的中野 選擇去BAN掉一些角色 讓他們過得比較酥 那看到PH這邊比較意外的是 沒有選人馬 而選下了泡娘 所以我也等下埋了一個坑 那一般來說一些隊伍可能會首選球女 但是Maple上次的球女發揮比較不好 所以這邊就不選 然後茂安也是新人 新人通常球女都玩的比較不多 他之前在亞洲盃 甚至一些業餘比賽 比較讓人家出名的就是雷姿 那這邊 右邊則是選下人馬跟金克斯 那人馬是版本強勢角 尤其是沃倫任金冠的打法開發出來之後 以往可以限制他的奈德利跟葛雷夫 都比較耍見 因為以前人馬要出三項 但是奈德利跟葛雷夫前面可以反他野 讓他出三項時間delay 他的作用比較沒那麼大 但這個版本坦裝的開發之後 他向出坦也很有用 反而刷野 因為野怪經驗降低的部分 反而也希望效益沒這麼大 所以反而出坦裝去當一個功能角 對目前打野來說是比較好 這邊PSG則會幫火龍拿下目前 比較提款的上路 雖然目前台面上還有Counter角 但是娜爾還是一隻 就算線上被Counter被擊殺 但後期還是很有作用 很有作用的角色 看到這邊 左邊選下雷歐娜 右邊也是選了輔助 不幫上路拿角色 因為上路角色夠多 目前能打娜爾的角色什麼 塔蜜爾 GP 傑西 伊瑞 夠多 不用擔心小亮的角色詞 他這些他都會 四五判 兩邊都是針對對方以薰出來的位置 死哥歐拉夫 左邊反而判不完 不過照判 判一下 看單帶比較強的卡蜜爾 還有六級可以搭配人馬的GP 以前有個套路就是 GP六級人馬六級 六等直接越下路 這把沒有給他們對方這個機會 因為自己家裡是炮娘 對方想推薦進去DEF也沒這麼好 然後右邊選下了球女配人馬 人馬帶球 後期配金科斯 打個兩個大C 兩個大C打後期 那左邊 Maple的選擇有很多 羅伊 辛朵拉 都還在 但是他不選擇這種前期 可以配蒙多打比較強勢路野的角色 所以他選擇的是維科特 前面就交給蒙多自己個人 去跟人馬單打 蒙多這角色 目前在S11出場率是15場 出場率是15場 5勝10敗 那算率比較低的原因 前面打架雖然蒙多很強 但是他後期還是一塊肉 相較於那些肉 他沒有控制技 他控制技比較是軟性的 緩速那種 不像人馬無敵的這種 還有個 擊退 恐懼 暈眩 所以蒙多的後期勝率就比較沒這麼高 那我比較喜歡BYG的陣容 最後一選選下傑西 右邊打線都很強 可以在中上拿到優勢 球女跟傑西都能推線 然後下路就是扛壓 兩邊大家也就選擇藍開 那一邊是要照顧上路 一邊是要照顧下路能推線 但是蒙多這邊藍開的好處就是 他等一下5分鐘的時候 會在下半可以控第一條樓 那由於下路翻開 推線優勢基本上是拿不到的 比較意外的是球女是這邊 是能推線的 但是這邊看起來是被壓在塔下 血量狀態也不是很好 餅乾也吃掉了 餅乾也吃掉了 表示MAPLE 在打線上還是老江湖 球女那邊打維克特 前面是不會輸這麼慘 不會輸這麼慘 第一趟回補鍋 基本上能拿到推線前 但第一趟不至於那麼慘 雙方打野都在對方主擊下了一眼 這邊傑西先推完線先recall 這邊原本想用走的回去線上 但發現蒙多往下之後 納爾推完線 直接TP回線上去卡線 這時候納爾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回家 然後TP 但回家TP的問題就是 他人馬是刷上來的 我要跟傑西打嗎 我跟他打一打 如果換殘了 人馬出來我就死 那我不回嗎 那我就是傑西補過裝 我沒補過跟他打 去硬解線 另外一種就是 可能會掉更多兵 就是直接回家 然後用走的 然後線被控 大波進 他選擇是不回家 去解這波線 由於一個人這邊 被Q到 然後閃線沒有躲過這個 強化過後的大砲 這邊拿到了擊殺 完成了對位單殺 對於BIG來說是意外之喜 因為雖然說對線會有壓制 但是沒想到這麼快能打出擊殺 這邊River也是順利的控下這條龍 可惜的是這邊球裡沒6等 然後下路是被推薦的 不然他有機會去看一下 這個龍 蒙多前面赤龍 那個殘血 攻擊越高 赤龍還是挺快的 8分鐘也快到了 預示者 我們看到球女現在基本上可以掌握線權 掌握線權之後他想辦法去月子上路 但是他沒有學到我們前世界冠軍 多硬幣 他的經典套路就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小兵有殘留視野 你如果在小兵面前有動作的話 這方是可以察覺到的 所以多硬幣有一招就是在小兵面前 故意往反方向 假如說他今天要去下路 他就去故意往上路落頭 然後再突然轉回去下路 雖然說這邊有蒙多 方法可能不一定有用 但是 好過他這樣去上路 信號發滿 Maple信號也發很快 信號發滿 然後這邊再回來 回來CUT 小亮這邊其實有兩個選擇 一邊是靠過去 想辦法打起來 等一下可以看到蠻多波小亮這種 選擇自己 自己爽 這邊就是 蒙多 還有維克特 因為球女這邊被卡住了 繞一波線回來 忽小這邊也失誤了 他重擊還沒轉好 他這邊選擇直接開紅 不然他這邊吃個石像 等線路處理好 因為維克特不能在那邊待太久 待太久他冰也要漏 這邊選擇吃石像 再回來打紅也可以 但這邊選擇直接吃紅 那就變成異攻 變異攻 這邊回來一個CUT 會看到 小亮這邊推完了 線卡著 還是沒有想到支援這個河線 還是沒有想到支援這個河線 看到小亮比較多這種選擇是 因為那波線 下一波兵要到 他可以不用急著去清這波線 但是小亮他就是 比較顧自己發育 或可以早點回家 早點多出院中 不去選擇幫隊友 那這邊冒案也是犯下一個失誤 想回來直接 搶在上線時間去碰兵 結果River也知道想推線 一定要先搶進回來 不然他這邊又繞了一波遠路 心裡嘛選手都有重心 我剛剛已經繞了一波遠路了 我不想再繞了 就是抱著繳線心裡 他不可能每次都在陰 結果這波就被River 蹲到了 這邊經驗是不夠 這邊大絕魚沒捲到萌多 結果交了一個閃線 這邊捲到配向外衝擊 還有就會走 但這邊沒捲到 這個失誤比前面火龍被單三 那失誤還要大 BH這種就要打中上的 把中上的下落扛壓 結果最重要的預視者沒拿到 那上路這個塔可以活很久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上塔活了多久 因為前面冒案這個失誤 人馬要幫他補線 結果他可以直接吃 但其實這邊下落犯了失誤 你看到我們看到 那雷歐娜拼了一個他們懶了眼 因為剛剛人馬是在中路補完線 小兵還有視野的時候往下走 往下走 他這次會懶著 去跟河下落 或是去自己夾回山狼 但右邊 右邊也是很積極在拼下落 因為他們在上方已經失利了 他們知道這時候蒙多不在 他們看到雷歐娜去做野 他們想開這個泡鳥 所以我這邊 辦了個紀律性失誤 自家打野在上半步的時候 坐太深了 就這邊 在想不到的地方 BYG拿到的優勢 這邊 想辦法殺 去點了幾下普攻 結果 被一個虛弱頂住 這邊閃線也是交的 不夠好 不夠好 這個大家覺得打死 人BYG在想不到好的地方 拿到了擊殺 比較可惜的是 下落死掉的這個時間點 卡在小龍出身 他們要補個裝備 補個裝備 這個來不及打這條小龍 前面在波失誤 到現在中路也沒什麼現權 中路線被推 下落被殺 然後蒙多還是滿狀態 這邊選擇放掉龍 所以BYG比較可惜的是 他們下落目前有優勢 但是兩條龍是對面的 這邊River 優勢夠大 直接進去找人馬 直接進去找人馬 這邊蒙多單挑強的地方 就體現出來了 他可以無損 把這個人馬打殘 這邊人馬1撞掉了 我覺得他這個閃線都焦躁了 因為他有開W 有開W有韌性 人馬恐不了他多久 他還有閃線 有渦倫 有一個神話裝備 人馬這時候撞過來 都不一定打死他 因為窮你只有一個水星血 那這邊比較可惜的是納爾沒怒氣 因為納爾線是被推的 納爾線是被推的 他選擇被推完之後才回來 也是他回家時間沒抓好 他如果早一點回家 早一點到線上 然後就可以空怒了 但是因為他前面犯下了失誤 所以節奏被人家帶著走 那他沒辦法自由選擇自己回家的時間 因為你回家可能就會掉塔 所以這邊就是 回家慢了 出來的時候沒怒氣 對方抓著沒怒氣的時候就打 BYG其實就是要抓著這一點 抓著納爾沒怒氣的時候 這點很重要 這點在後面幾個團戰 我們都會持續的看到 就是納爾有怒跟沒怒的差別 小苔犬他有多一件裝備的優勢 可以直接來 強逼對方的塔 強逼對方的塔 遇使者直接交下去 傑西也是不管線 如果直接過來幫忙拆 這邊POKE打殘 下一條龍要出了 納爾這邊是帶好線過來的 所以納爾怒氣是有的 納爾怒氣是有的 納爾這邊比較可惜一點就是 小柴犬犯家的AD常犯的錯誤 每次看到地圖物件就想趕快去打 為什麼 他們這麼AD 很強的AD都有一個想法就是 塞我兩波兵在這裡 我要趕快把這個龍吃完 去吃下路 但是他們沒注意到納爾的怒氣 有經驗隊伍怎麼都打納爾的 我們不會急著開物件 我們會先把納爾陷入戰鬥狀態 然後納爾就會加怒氣 加怒氣就變大 變大完之後他短時間內 我會再獲得怒氣 他只要在變大那時候我們拉掉 OK 或對方想打我們位置處理好 納爾變大的時候比較笨重 納爾變大的時候我們位置處理好 然後想辦法拖到他變小 那這時候再打團 可以重演上一波 第三條龍的時候 接著去犯下的問題 但這邊就是踩踩很急的一直開 然後沒有你去poke到納爾 讓著他怒氣一直保持著很好的狀態 這邊小猜拳一直點一直點 一直點這個龍 龍快死了 火龍這時候怒氣也好了 也好 這時候右邊怎麼選 他們只能放掉 他們只能放掉 不敢跟他們拚團 這邊就是白送一條龍給對面 納爾這波是變大在下路 然後潔西直接靠中 打了一炮 然後雷尾娜交大絕了 雷尾娜交大絕了 納爾這時候是變大 他等一下是變小 而且短時間沒辦法獲得怒氣 潔西已經到中路了 他們這時候可以逼八龍 因為對方已經殘血了 精英克斯狀態很好 裝備也很好 線路也是推的 上路也是推的 納爾又在下 而且他沒怒氣 這邊是BYG絕佳的時間點開八龍 但是BYG這邊沒有選擇開八龍 我覺得是他們這邊蠻有可能拿下遊戲的一個點 但他們這邊錯失了自己的強力 timing POWER SPIKE 所以我選擇繼續跟這方弄 這邊抓到的機會 但是沒把握住 對我都覺得PSG這邊開的都有點勉強 因為這時候小彩犬裝備很好 只要一開戰起來 能打起來 右邊都會贏 只要能打起來的話 但右邊就是 不夠果斷開戰 剛剛Kino Combo也都沒叫 直接被人家打殘 這邊加速 因為E時間快到了 這邊就不該頂了 人家只要閃現就該走了 這邊送了一拖血 導致他等一下去吃果子 然後結果被納爾蹲到 我們要注意一下 小亮這邊已經打殘了 然後牛的位置是沒有視野的 這方是沒有牛的位置的 牛也一直拼要開戰要開戰 這時候Maple站在他們粉眼上 牛就在暗上 這時候牛是可以Q閃 或是閃Q都可以 敲起來這個維克特 然後把他頂過去給隊友殺 這邊是他們絕佳的時間點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狀態已經不好 他們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們再拖下去 對方幾個狀態起來 他們都要招 小亮這邊講辦法就是要搶快 讓小彩犬的收標能打起來 小亮看到了機會 但是慢了 剛剛那邊 牛是可以不用交WQ 這邊小亮看到機會想上去 隊友 牛也看到了 但是牛慢了 這邊KW的保護已經上來了 就變成 你這邊好像小亮的走位失誤 就直接送了個閃線 然後牛也是沒大姐 直接被秒 球女也空大一波 這邊納爾如果翻到就結束了 但是沒翻到 所以導致還有後面 但是剛比較可惜的就是 Kino的開戰不夠果斷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小彩犬甚至用進化解掉 我覺得牛這個combo交在納爾上面 都有點早 等於是會被白打一個大 如果球女這個卷沒有卷到的話 那牛可能就被擺送了 但是球女這個球卷到了 然後加上小彩犬這個驚人 小彩犬這個驚人 躲掉了火龍的翻 因為這邊 雖然說AD慘了 但是這邊小彩犬進化交掉 沒閃現 被火龍翻回來 配維克的傷害 還是有機會 換掉他 然後這破坑也不會輸這麼慘 也不會輸這麼慘 這邊就變成 死了三個 掉了八龍 這邊有一點就是 都說BYG的視野做不好 但其實這一點 他們都是有意識的 他們一直在PIN說 中路要看要看中路 他們都知道對方在玩 因為他們其實這邊是有GA的 想拉掉是能拉掉 比較可惜是這邊 56秒的時候 已經流到猛多了 猛多沒閃現 訊息大家都知道 帶紅的吉英克斯 流到的猛多 那這時候隊友的TP呢 兩個人還在走 兩個人還在走 反而是納爾先亮了 納爾的先亮了 隊友開人的 丟納爾的先亮了 一般來說 開人這邊是有主動量TP的權力 可以看到 56秒能掉的猛多 一秒之後 球女才決定交TP 小亮甚至不交TP 而且球女為了交TP的位置 交在正常正中間 正常正中間 他下來 要很快 真的直接都不用交閃 炮娘直接把他頂走了 這邊是蠻可惜的 小宰選抓到了機會 小宰選抓到了機會 但是 自己這邊中上的TP 交慢了 這邊由於沒進化 直接被一套關 雖然有絕 不過你看 TP交這麼慢 對方的 兩個C位都不管 直接 騎到臉上來 就打你 然後下面就是 注意一下小亮的位置 自己加兵線在這裡 小亮也是敢走 也是敢走側 也是有點大膽 這邊就是被UNIFY 直接給蹲到 一般來說 人是跟著線動的 他陷在這裡 他人就不會離太遠 有小亮趕走這 因為遠古龍要出的 他搶快 有這邊冒安 撤退路線也是選的很怪 炮娘就要重置了 他還走這裡 如果他跟小柴選走到同一個位置 這波撤退說不定還有機會 這邊也是被UNIFY一個天秀 結束掉比賽 我會覺得 PSG這邊 沒犯什麼失誤 比較穩健 除了娜前面那個被單殺以外 還有開WING前面去 自家打野在打預視者 他去做那個演的時候 放下兩個失誤 但比起右邊 右邊比較可惜的是 他們選了個打線陣容 但球女前面TP早早就被打出來 還在9分鐘的時候 放下一波失誤 預視者被人家吃走了 一個貪線 急著回程 預視者被吃走 對於右邊這強在打 想打中上這個體系 他們陣容核心出了問題 雖然說意外的在下午打到優勢 但是前面這個失誤對他們來說 影響還是蠻大的 第三條龍他們有抓到娜娜沒怒氣的時候打 但之後他們就沒有針對這個點 第四條龍 甚至剛一波中路有機會 娜娜在下 然後打殘對方沒怒氣的時候 他們這波沒有逼 沒有逼巴龍真的很可惜 然後TP加得太慢 這也是經驗不夠 不過隊友在打殘的時候TP 腳快比較可惜 處理的比較不夠老道 不夠老道 不過看他們的操作其實挺有機會的 挺有機會的 好不好 再加油了 以上就是火車刺的復排 謝謝大家 我是西門 下次見